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诗谈 最近在休斯顿的中国城附近又发生了一起抢劫华人的枪击事件 一名华人男子被劫匪,击中了六枪,生命垂危 这位被枪击的华人男子,他的姓郑,今年57岁,是福建人 他是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工作,住在休斯顿中国城附近的一个公寓 当天晚上,其实是凌晨了,在6月24号凌晨一点多 他下班回家后,就在家门口遭到歹徒的袭击 据郑先生的妻子柯女士讲述,说 当时郑先生正在家门口等待妻子收拾东西 两人准备一起去看望他们的母亲 结果就在等待的几分钟时间里,就遇到了抢劫 当时郑先生被枪击之后,倒在雪坡中 他对他妻子就说了一句话,说他被一群黑人抢了 然后就晕过去了 据柯女士描述,说案发时还有其他目击者 但由于当时天色昏暗,他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有一群黑人开车直枪抢劫,可能是团伙作案 据今天的世界日报报道,说郑先生应该是在午夜下班回家后 遭到埋伏在附近的两名非裔男子持枪抢劫 他疑似抵抗,遭歹徒朝腹部连开六枪 之前据媒体报道,他身上的六处枪伤 其中有一枪击中了心脏和血管之间的部位 就是这个地方,医生表示是最难取出的这颗子弹 不过根据今天的报道,说医院经过三天的手术 弹头已经在27号被取出 目前病情有好转现象,但依然还没有脱离现金 好,那么这起案件的发生 现在再度引发各界对休斯顿中国城治安问题的关心 前两个月也是在中国城 一位越南艺女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刚取的钱拿在手里 也是被两名非洲一青年抢走了手里的这笔钱 并造成身体的严重伤害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去中国城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尤其是晚上出行一定要提高警惕 最近在纽约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 一名枪手在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里 枪杀了一名男子之后 在逃跑的过程中 由于他自己的裤子太松 就是往下垂 结果当他在下楼梯的时候 突然就被自己的裤子给绊倒 最后手上的枪把自己一枪给毙了 你说这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估计是 说这起案件是发生在27号下午12点半左右 这名28岁的犯罪嫌疑人在当地的一家公寓 和一名32岁的受害人发生了争执 然后这名嫌犯就朝对方的头开了一枪 打死了 然后又向公寓里的另一位受害者 就是被打死的这位的室友 一个56岁的男子又开枪 这个没打死只是受了点伤 结果打了两个人之后 他就逃离了现场 而当他逃到三楼这个楼梯的时候 裤子松了 结果就裤子滑下来了 而当时他的手里还拿了枪 可能是因为刚杀了人 心里也是比较紧张 手指还扣在这个扳机上 结果一不小心就踩到了自己的裤子 扳机一扣 就朝自己的颈部开了一枪 把自己给打死了 最后警方认定 说这起案件是属于谋杀及意外自杀 你看 这肯定是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了 有人说最好所有的解放都能够这么死 要是都能够这么死 社会就太平了 这两天美国总统拜登又说错话了 拜登说错话呢 现在已经不是新闻了 老头要是不说错话 都是新闻 昨天拜登在白宫被记者问到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权力 是否被迅速落幕的兵变所削弱 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很难讲 不过他显然正在输掉伊拉克战争 正在输掉国内战争 他正在被国际社会所唾弃 其实这个新闻昨天我就已经看到了 我本来是想说一说的 但是一看我就没看明白 普京怎么跟伊拉克战争有什么关系 突然我感觉自己书读的太少 但是看了好几篇报道 拜登确实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是硬生生的就没有看明白 昨天这个消息我就没有转述 老拜同志讲的这句话 直到今天有媒体爆出 说拜登昨天又说错话了 这才明白 原来不是自己书读的少 而是老头年纪太大了 80岁了老人家 确实该休息了 现在不仅国际大事 拜登老说错 甚至连家事有时候也糊涂 说前段时间 拜登在一次说话中 说他有四个孙女 但是媒体指出 说他实际上有五个孙女 我要是那个被落下的孙女 我肯定不认这个爷爷 看来岁月确实是不饶人 80岁 如果下一届总统大选 他要是再选上的话 那也就是说 他将干到86岁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美国的下一代总统 基本上就是贺大姐了 景丽同志将成为 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 看着吧 除非老头选不上 马斯克说最近开始练武了 有人说难道老马跟小扎 真的要开打吗 这前段时间 不是马斯克和脸书创办人 扎克伯格在网上互呛要决斗吗 说要来一场铁龙格斗 这两天说网上有照片传出 说老马和小扎都在练武的 而且都还找来了知名的科技播客 叫弗里德曼练习武术 根据名人八卦网站TMZ报道 知名科技播客 弗里德曼 他不仅是一位计算机专家 而且还拥有巴西柔术 最高段位黑带等级 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舞者 说最近他在自己的播客中 发布了一段 他和扎克伯格对练的视频 说老马和小扎互掐决斗 并放出要在拉斯维加斯的 八角铁龙决斗之后 他期待可以和他的老朋友马斯克 还有新朋友扎克伯格三人同行一起训练 这还有挑事的 接着弗里德曼还发布了两张 他跟马斯克对练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照片显示 马斯克将他摔倒在地 然后他笑着说 这场对决绝对是史诗级的 能够看到伊隆和马克练习武术 就是老马和小扎 练习武术真的是鼓舞人心 但我认为他们如果是纯粹的练武 而不是为了在笼子里打架 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美好 话是这么说 但是作为一名吃瓜群众 弗里德曼其实也是挺想看 这两位神仙打架的 他说不管如何 但是我都会支持他们 意思就是说打吧 我会支持你们的 看来这两位富豪的决斗嘴炮 现在似乎是打得越来越逼真了 根据最新的报道说 马斯克近期除了和弗里德曼队列之外 还接受了UFC 也就是终极格斗锦标赛传级人物 加拿大综合格斗运动员 圣皮耶的练习邀请 同时另一边 现任UFC终极格斗锦标赛 重量级选手及冠军琼斯 最近也向扎克伯格提供了 类似的练习服务 两个人看来真的是要打了 我们都已经搬好了小摆凳 瓜子都已经摆上了 赶紧打吧 前段时间支付宝和万事达刚达成协议 说海外信用卡可以绑定支付宝 在中国境内扫码支付 这个消息没过多久 现在微信也出来一个消息 说28号腾讯宣布 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 腾讯将逐步向Visa等国际信用卡 或借记卡组织 开放微信支付网络 以方便境外旅客 在中国使用电子支付 而且涵盖的领域 包括衣食住行等全方位 据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 陈秦如指出 微信支付其实从2019年11月开始 就已经在试行国际信用卡 和微信支付的绑定消费业务 不过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试行 在12306铁路购票系统 滴滴出行 京东 协城等有限范围内进行试点 而这次开放的线上线下商户场景 包括购物 餐饮 酒店 住宿 交通等等 全方面的覆盖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以进一步提升境外用户 在中国绑定外卡 进行移动支付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这个消息 对于部分的海外华人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操作 也就是说很快 海外的Visa和外事打 只要你有卡 基本上都能够在中国扫码消费的 目前正值暑假假期 也是外出旅行的旺季 说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那就是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国旅行 导致北京 上海等几个主要城市的境外败政中心 近期都排起了成队 其中前往欧美国家的签证更是不好预约 说德国 法国 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旅游签证 预约已经排到了10月底 甚至还排到了11月份 有人说 要是现在才开始预约签证的话 估计只能改在圣诞节出行了 据联合早报和新闻城报报道 说上海的德国签证申请中心公告显示 目前没有可预约的时间段 另外 北京的德国签证申请中心也显示 最早可预约的日期是9月12号 据一位办理德国旅游签证的民众表示 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3月份再往上预约 这才约到6月底的名额 现在才来递交 另外 说其他的欧洲国家 比如法国 西班牙等国的签证 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递签的预约日期都已经排到了9月份之后 另外 除了欧洲国家之外 前往美国的旅游或商务签证 预约时间也至少排到了4个多月之后 目前美国签证在上海预约的时间 已经排到了11月 广州排到了10月份 北京稍微好一点 但也需要排到8月底 据上海美国领事馆面签预约网站显示 B1B2旅游签证的等待时间是128天 即便现在开始申请 最快也得在圣诞节或元旦前后才能前往 前面我们说为什么说是怪现象 现在国内的很多自媒体 不是天天都在喊 天天都在说 国外已经乱的都不行了 这怎么还是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不怕死的 还排着队往国外跑呢 真是想不明白 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矜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怎么点亮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一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啊重啊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一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